新加坡双语人才国的美名从何而来? 新加坡大剧教育有什么特色? 各国留学生为什么纷纷选择新加坡? 敬请收看《魅力近邻新加坡职》国际教育员 除了公立院校外,新加坡还有不少国际私立教育机构 这些私立教育机构充分运用新加坡教育环境优势 与欧美联合开设专业培训课程,成为新兴的教育品牌 新加坡会计学院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目前拥有两万一千多名会员的新加坡会计师协会 与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工会合作 开办特许公认会计师认证课程,简称ACCA 以及英国会计师认证课程,简称CAT 同时还与牛津布鲁克斯大学联办ACCA课程 对于会计行业来讲,得到ACCA证书 意味着对新加坡的法律、税务、会计、审计等方面的规定和准则 有了全方位的了解 在国际商业、会计、金融领域能获得很高的认可度 新加坡会计学院正是通过四大支柱手段来提高学生的专业和知识水平 第一个支柱就是有良好优秀的一些讲师 第二呢,我想要有一个很完善的一个环境 第三个支柱呢,我想这个关于那个教材 我们英语叫做curriculum 整个课程的教材呢,要全面化 要够广大、广泛、还要够资深 这第三点也是挺重要的 第四点要谈到的 我所要谈到的就是这个技术方面 这个technology 除了这个我们刚才谈到环境呢 我们要谈到那个facilities 就是一些基本的一些事实 林小荣目前是一家大型企业的财务经理 扎实的业务水平使她在工作中游刃有名 而她把这都归功于学院具有丰富的专业理论和实际经验的讲师 听力,你一定要过关 听力的话,你真的是没有办法 你一定要在课堂上 还有一个很,就是对自己 就是对你写英文非常有帮助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因为你在你的同学当中 有不同,来自不同国家、地区、学生 他们讲的话你都听不懂 那么英文就承认你唯一的交流工具 所以你在这方面的话 你跟他们要交流 你只能是用英文 所以多跟你旁边的同学 用英文交流的话 对你帮助是非常大的 新加坡会计师学院大约20%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 他们需要克服一些在外地学习的困难 张瑶同学是新加坡会计师学院的在籍学生 谈起学习,他有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 这里的讲师们,他们的教学经验真的很丰富 不仅如此,他们还有相关的会计 还有金融方面的工作经验 所以他们都能够把生活中的安利带到课堂上 那让四个小时的课程变得生动有趣 新加坡会计师学院毕业的刘继 对于新加坡会计师学院的课程安排 是这样认为的 在很多层面上 我们跟其他的一些课程相比 在这间学校我们所学到的这些知识 深度跟广度是非常的大 所以说在我们工作过程中 我们会跟其他的一些同事相比 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运用得更加自如 教育是国家发展的根本 多年来,新加坡这里打造亚洲教育之东品牌 以全球化的目光 坚持双鱼教学体系 坚持包容故事的教育理念 不仅为新加坡 也为世界各国培育出了大量英才 随着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 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 选择在新加坡接受教育 新加坡所特有的东西方教育体制 兼容并具的特色 为打造国际化一流人才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